这样成为强烈热带风暴 继续迫近台湾 高雄和台东等地列入境界区域 多地民众都要做防风准备 预计天吐的暴风圈 深夜会影响陆地并且持续减弱 随着天吐迫近 台东岸边卷起白头浪 但是雨势不大 有民众继续到岸边钓鱼 当地的果农就做好防风准备 至于早两个星期 先遭受台风康尼吹袭的花莲玉梨 当地公所向民众发放过千个沙包 避免加剧灾情 同样位于花莲的卓溪乡 康尼造成的灾情还未完成清理 有建筑和车房仍然满布碎石 但又迎来另一股风暴天吐 目前天吐移动缓慢 预料暴风圈深夜会影响陆地 高雄 台东和恒春半岛等地 已被列为境界范围 预估暴风圈在今天深夜以后 会接触到南方的陆地 另外它的强度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未来会越来越弱 我们预估它未来越减弱的过程中 在明天下半天碰到台湾陆地 有可能在出海 甚至在可能在陆地上 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气障部门提醒 秋天的台风路径难以预测 路径变化大 说天吐接近台湾之后 很有可能停滞转圈 再向西南或者东北方向移动 可能会带来大雨 呼吁民众加紧防范 凤凰卫视记者在台北报导 天吐昨天下午登陆菲律宾卡加延省 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多座村庄被红帅淹没 几千人流离失所 暴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 一座连接当地城镇的桥梁 在洪水中倒塌 交通中断 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 多座房屋损毁 天吐在三个星期之内 第五个吹袭菲律宾的台风 连续的台风已经造成 当地至少160人死亡 超过900万人流离失所 农天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气象部门警告 在天吐远离之后 另一股热带风暴漫移 正逐渐迫近 预计明天吹集菲律宾中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